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CMI项目中的 系统管理频道 包括常规管理模块 公告管理模块 和友情链接管理模块 那常规管理模块呢 咱们重点介绍知识点中 如何操作 文件 也就是操作 用系统来管理一些 文件中的一些值的改变 和使用扩展类的一些方式 那公告管理呢 咱们重点介绍了就是 如何去使用GS的一些插件 因为这里边用到了三个插件 那友情连接管理呢 咱们重点就是介绍了 像那个远程图片的一些 下载的一些管理方式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项目中的栏目管理和相册管理 好 我们把项目打开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直接进入后台 看一下我们在内容管理边分为相册管理和这块和还有栏目管理 那为什么这两个管理一起说呢 因为这两个都属于分类的模块 而且用到的都是同一个技术 就是无限分类 那我们看一下相册管理 添加相册 我们可以在根下面添加一个 比如说 哈喽的一个分类 那介绍ABC 添加 那我们在编辑相册的时候 就可以再跟分类一下 有一个哈喽 然后我们再添加相册 我们就可以在哈喽下面 我们再选一个ABC 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到编辑相册 下边就会有一个分类 而且我们在分类下边还可以去添加分类 比如说 在ABC下边就可以无限的添加进去 比如说 那我们再添加 在55下边再添加66 所以分类管理就跟我们操作系统里边文件夹的管理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在操作系统建文件夹 你可以从根下面建无数个文件夹 每个文件夹下面还可以建文件夹 一直到底层 所以文件夹可以将我们的文件 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的 分类管理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分类分的非常明显 那么系统里边 咱们在开发一个系统是做无线分类 也要达到像建文件夹那样的效果 当然了 分类管理 有一些系统有可能分类比较少 就一层分类 这是比较好做的 也有两层分类 也有三层分类 就是定死的三层分类 有好多是这样的 因为一个系统如果分类能分到三层 那我个人认为 那这个分类已经分得很详细了 但是如果系统比较大的话 那无线分类就可以更灵活的一种方式去管理和操作 那分类管理不光是添加在边界分类的时候 咱们可以删除 但是做删除分类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不能删除他什么 删除这个分类下有子分类的 也不能删除这个分类下边有图片的 或者是文章管理 这个栏目管理下边有文章的 也都不能删除 也就是删除分类 必须删除空分类 这是一个特点 这是一个特点 因为如果你要删除一个分类的话 将里边的所有子分类都删除的话 那么有可能内容很多 比如咱们做一个论坛的话 那分类百八十个都是比较多的了 分类下边文章 比如每篇文章有一万个 那文章下边还有评论 那每个文章下边比如说一百个评论 所以一个分类下边 子下边的要删除的记录的条数 有可能是成千上万或者几百万 所以这样的删除呢 那一旦误操作就会损失很大 所以说咱们在做分类的时候 就像咱们用程序去删除文件夹一样 所以一般的语言里边删除一个文件夹 或者删除一个 也就是删除一个目录 那么都会有限制 只能删除空目录 所以删除分类的时候 也只能删除空分类 它下边不能包含子分类 也不能包含 分类下边的内容 但这个都是用一个判断 就可以限制住的 然后分类下边修改 还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 修改 修改可以移动分类 但是不能将分类移动到自己的子分类中 这样的话 是比如说 像咱们在操作性能复制文件夹一样 你把外层文件夹复制到里边文件夹也是不行的 除非你再复制一份 然后再往里几层复制 是可以的 所以移动不能往自己的子文件夹移动 这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可以将它移动到其他分类里边去 就会有很多层分类 也可以把它单独的移动到根分类中 再移动回来 这都是允许的 但是就不是 就不能把它往子分类里移动 这点要注意 所以这就是无限分类的管理 那同样 栏目管理 为什么这两个一起说 栏目管理也是一个无限分类的管理 跟刚才都差不多 也有选择根分类 比如在根分类下 加一个123的一个 或者45678 这样的一个分类名称 描述 随便写一个 它多的是可以 添加一些图片而已 添加一些图片而已 然后呢 它分类下边的文章 是否需要审核 多了一个这个功能 看一下 我刚才添加的管理栏目 刚才添加的一个分类 就是12345678 下面也可以添加子分类 然后分类在前台显示的时候 哪个分类重要 在前面显示 你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包含这些功能而已 所以呢 两个在一起说 两个都是无限分类 它们两个有共同点 那我都说 两个分类能不能用一个呢 相册有这个分类 文章有这个分类 可以用一个 但是用一个的话 用户操作起来 就是有一些不太灵活的地方 所以建议 还是分类用多个 便将咱们这里边 一共有三个地方 有分类 相册是分类 栏目是分类 用户组是分类 便把它合成一个 把它拆成 那这个 咱们这个教学项目里边 我用了这两个分类 主要就是要你 如何拆开对比 而且有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部分 怎么能让它公用 这是咱们这两个分类 用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模块 这两个模块的操作呢 都分别是增山改查 那栏目的操作呢 会多一些 有排序的操作 然后有 禁用不禁用的一些操作 就是这栏目隐藏啊 或者是 不是隐藏操作 当然这块用的是 阿解克斯的一些技术 然后呢 里边再有一些 使用图片的一些操作等等 比相册操作是复杂 复杂了一些 但它们两个里边 有公用的部分 所以呢 咱们在设计表的时候 如果想要部分代码重用 那表的结构和名称 就要部分代码相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哪的表结构 看这个 比如说我们找到 把那个分类管理找到 组分类跟它是不一样的 这是栏目管理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再找一下 这是相册管理 你看一下 这两个分类 一样的地方 ID和这个ID 是一样的 然后负ID 负ID是一样的 路径 重点是无限分类路径 和这个路径是一样的 标题 标题 描述 描述 前边都是一样的 表结构是一样的 只有栏目管理 刚才咱们演示的时候看到了 有它上面有显示的图片 它下边是否是审核 它是我排序 然后这个栏目 在前台显示的时候 是否显示还是隐藏 多了这么几个字段 单独设置 但是有公用的部分 所以当设计的时候 就能让一部分 给合到一起去用 前面呢 咱们因为无限分类 这个比较难理解 所以呢 在前面咱们 做项目前的准备的时候 重点一个模块 我就给大家介绍过 这种无限分类的模块 所以呢 难度呢 就在这几个难度 相对来说 就不那么大了 所以呢 直接看一下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在后台 控制器里边 相册 控制器 是在这块 然后呢 栏目的控制器 我们找一下 是在这块 这两个都是无限分类的 那相册中的用的操作就是 显示相册的列表 添加相册 或许添加界面 然后插入到数据库里边去 然后修改 然后呢 修改到数据库里边 和删除 这么几个功能 几个操作 栏目呢 比它操作要多一些 你看一下 获取栏目的界面 添加栏目的界面 然后将栏目插入到数据库中的 一个操作 然后呢 这块是设置是否显示 设置排序的操作 比刚才多了两个 然后修改的操作 修改 获取修改界面的操作 这是 然后更新到数据库的操作 删除的操作 看一下 很像 只不过它多了一些操作而已 大部分都相同的 那么他们两个 公用部分又怎么做呢 所以公用的部分 操作上两个操作是固定的 因为这是看业务流程的 那公用部分 咱们就得用model来做 看一下 这里边 这有相册的 扣认器 这有什么 还有 找一下 这是栏目的 这是栏目的 模特操作 而相册的操作 还有 刚才咱看到这个相册的操作和栏目操作都继承CAT 这样的话就能把他们两个处理公用部分写在CAT分类这里边 所以咱看下CAT这个分类里边 我们这里边有几个方法 这个 获取下拉列表的方法 因为他们两个表结构相同 那么这几个字顿就相同 ID PID 标题 这几个相同 所以呢 获取能同样的获取下拉列表 也就是在咱们这里边相册里边的这个下拉列表 添加修改和添加图片里边显得下拉列表 还有添加栏目的这个下拉列表 他们两个显示的样式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一模一样 因为把它打成一个模块了 就是用这个完成的 所以这个完成 那在栏目类里边继承它就会有这个方法 在相册类里边继承它就会有这个方法 所以呢 调用栏目对象中的这个和调用相册中的这个都能得到同样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分类这里边 然后获取通过获取路径的一个ID也是有相同的方法 然后修改分类往子分类里边移动也有相同的操作 所以都要往这一个里边放 就像我刚才演示过的编辑相册 你看这里边把这个修改到 复类 技术类里边 这个修改的 这个移动过程 那栏目里边也有这样的操作 比如说管理栏目 我将 这个栏目 将它修改到 比如说修改到 不是PP下面 修改 你看 这俩操作是一样的 那操作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代码写两遍 所以呢 写到这里边去了 这就是一个功能的结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相同模块 有时候操作很像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那 控制器各自有各自的 各自有各自的控制器 然后这里边有方法 比如这是一个 这是相册控制器 然后它这里边有 添加 有这么几个操作 添加 修改 比如说 删除 还有列表 那 栏目 栏目这里也有这几个 比如说 添加 修改 然后 删除 以及列表 它还有什么 设置 隐藏 设置显示 是否显示 还有排序 设置栏目的排序 还有栏目下边的文章是否审核 下面的文章审核 下面的文章是否审核 多了一些操作 那他们两个有相同的一些处理上 那 各自有各自的 model 看这里边 这里边 叫做分类的model 比如说相册的分 相册的model 相册的处理 这里边有栏目的 栏目的处理 那他们两个里边处理中有公用的 他们两个都继承相同的model类 一个相同的复类 也就是咱model复类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那咱们叫做公用的操作 就是这里边用 CET的分类 就刚才能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类 这样的话 我们在相册里边 比如说修改上 用相册里的修改 那 栏目里边修改 也用这个里边栏目的修改 但是他们两个里边有 如果是公用的话 把这修改写到这里边去 那这里边各自就能用 公用的这一段程序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设计程序的一个 结构 尽量要相同功能 不去重复的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这块 这就是复雷这里边 这个部分和修改 公用 然后各自用model 那咱先一遍一遍捋 比如说咱先拿相册去捋一下 看 这是相册的增长改查 列表这块就很容易了 你看直接通过相册这里边 找个这个解析机 就出现这个下达列表 通过相册里边去找这个 那在栏目里边 在栏目里边 这块 你看我们这里边 栏目在添加或者列表的时候 也有这个列表 也到这里必须找 那相册找相册的 栏目找栏目的 而他们两个的model里边 这里边都是通过model里边去掉的吗 而各自的model里边 相册里边 你看 这是那个列表啊 这是列表 各自的列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用各自的 你看 列表是用各自的 这块有一个 那相册里边 列表 也是有一个的 但是他们两个这里边 你看 到添加的时候 添加这里边通过下拉列表 这是下拉列表 刚才说错了 下拉列表 相册里边有个form select 用下拉列表 栏目里边 添加的时候 也用了栏目里边from select 但是from select 你看一下 相册这里边 有这个吗 没有 那 栏目里边这块 这相册里边 栏目里边都没有这个 那他俩都寄成CET 而CET里边 有一个这个 这就是公用的这个部分 就是咱们前面画的图 公用的这部分 用到了 这是下列表 这个列表解析的列表 这个列表呢 我用的模块 大家有可能会仿这个写成语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问题 说 这个列表 因为咱前面在讲无限分列的时候 我给大家 也写过一次 像这个列表不是公用的部分 尽量便写在model里边去 你看这model里边 写的就是列表的输出 链接有大量的RTM代码 而他不被公用 这是哪个列表呢 这个其实就是相册的 你看 就是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只用一次 而这个列表会用多次 会用多次的写成model 而用一次的不写成model 我这块就是用了一个反例 前面我在讲无限分类的时候 前面那项目前准备 给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这块就是要美工去摆 但是如果像这样复杂的东西 你非得不要美工去摆 写到这块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例子 这个教学例子有两个说明 一个就是写在这里边不合理 那要通过合理的解释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算法比较复杂 如果要美工去摆 美工有可能能力有限 摆的效果不好 所以成员去摆 那要是这么解释的话 也可以把它放到model里边去 如果按照MAC模式的分配的话 不一个东西被两次或者多次用 写到model里边去 而且如果只用一次的话 还是跟界面有关的 尽量写到界面中去 这是一个特点 所以呢这几个文件 我答应比较多 大家觉得会比较乱 所以呢 尽量你把代码打开 然后一点点看 看就看成为的设计结构 因为这是教育项目 有可能解决结构 我会写的是一些反例 所以你参考代码 尽量别这么写 按照我说的功能 去实现的 按照我说的功能 这些特点去实现的 那咱们再捋一下 看一下哪有些特点 这是列表这块 我写到model里边去了 直接调用 在界面里边 直接调用一个J 就会出现那个列表 然后添加 只是通过相册里边 把那个下列表拿过来 形成一个添加界面 添加界面比较简单 然后插入到数据库中呢 前面咱们重点也做过 重点是获取这个 组合成这个pass 然后插入 然后有个自动验证 就可以了 然后出错 怎么办 这块只是一个记住选项 记住选项 你在前面课程咱也说过 添加分类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不记住的话 每次这分类都得重新选择 每次分类都有重新选择 这是插入的一个特点 修改呢 就是一个修改界面 但是修改界面之前呢 要什么 这个栏目 也要把它复栏目拿过来 那更新这块也没什么说的 就是到数据库更新 但是更新的时候 有一部分大家需要注意 而不是直接调用复类的 model复类的更新 而是调用相册里边 这个更新 在这个更新里边 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在 两个更新都 都需要判断 不能往子分类更新 然后呢 数据里 子分类下面有文章 或者有内容 也不能去操作 但删除不能操作 你看更新 就在这块 因为更新这个 往子分类是比较复杂的 子分类也要移动过去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 重点讲过一个特点 所以呢 相册和栏目 这两更新的时候 这个都比较复杂 所以代码尽量变写两遍 尽量写一遍 公用的好处 一是免得代码重复 另外呢 如果有问题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都变了 所以在这里边 咱们把这更新复杂的地方 写到这了 比如说 把表单拿过来 更新 设置一个 判断一个 不能是往子类更新 另外呢 更新的时候 移动分类的时候 不光自己的类别移过去 自己的子类也跟着移过去 这两个特点 写到这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块 在相册 这处理的时候 只要是更新 那流程上就变得简单 一个相册 一个更新就完了 而更新的时候 复杂的处理 拿到model去完成的 拿到model去完成的 更新完 直接再回到这个列表界面 那就直接跳回就行了 直接得显示定模板就可以了 删除呢 这块也比较简单了 删除 看一下 嗯 就是判断一下 里边 有没有再有相册 那就按这fi 去找有没有子相册吧 判断下面 有没有文章 有没有图片 到图片里边 根据这分类去查 如果有图片的话 也不能删除就行了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这块就直接删除 删除成失败 然后再直接回到 删除完再回到 这里表界面 因为咱们前面一直说 避开了阿解克斯 那既然是避开了阿解克斯 那有很多东西 咱们就直接显示的 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相册的 那同样栏目的操作 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 这个栏目的操作 也是分这么几部分 列表界面 添加的操作 这都一样的 插入的操作 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 也有记住选项 这块就是阿牛阿解克斯 提交过来 设置更新 就是是否显示 排序呢 也是一样的 提交过来 用这个去判断排序 把每一个顺序 直接一个改变 一个小算法而已 大家可以去熟悉一下 然后在model里边 这里边 用这个方法 去做了一个排序 然后修改 这里边 修改界面 修改的时候 也是调用这一个 负类里边 在model的负类里边 公用的那个类 CAT那类里边 写的修改方法 删除也是一样判断的 所以这两个操作 是非常非常像的 两个操作 那刚才调的model里边 这相册的model里边 就一个 因为它需要操作比较少 而栏目的model里边 你看 除了有一个这个解析的 还有设置 专门设置排序的 用一个循环 将每一个排序 有可能你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可以就按我这种方式 去根据你调整 去一个一个去排序 然后这是数据表的 两个表结构 相同点 然后这是两个类的负类 里边 某些写成功用的 你可以把更多的东西 写成功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设计分类的时候 如果你 你就有一个无线分类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按照 咱们前边 项目前准备 给大家讲的 那个无线分类的方法 如果有两个无线分类 在一个项目中用 而且很相像的话 你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所以这个我是故意写了两个 分类 因为相册 其实对咱们这项目里边 用途其实不大 前台根本没用上 目的就是写了一个 限制则的分类 几个栏目的分类 两个同样分类 怎么去设计这样的程序 所以才在后台 咱们加了这样的东西 那怎么分的结构 前面跟大家说了 就是按照 这个图 方法去公用的一个情况 而这个相册栏目 这个模板的地方呢 咱们要介绍的东西就不多了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栏目里边就三个界面 然后 还有相册里边 也就添加修改和删除三个界面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将整个分类的 两个分类 比如栏目也好 相册也好 两个分类 尽量自己用代码去实现一下 你或者先照我这个超着写一遍 然后你自己再写一遍 然后去理解 这样的话以后 任何情况下再遇到分类 都应该不是你的障碍 所以呢 希望大家自己动手去实验 因为我要从头到尾 给大家敲一遍代码的话 可能会对大家能更好的帮助理解 但是呢 成绩还需要自己练 模式是参考的 但是有一些算法还是自己去想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将精力放在这里边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很简单 就叫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单过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中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涂上背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不学校 处处学PAP 在听愿做 比例 再订阅学习 学PAP 重力寻他千百度 不想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是誰